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车侧来看 确实是很修长 很大的一个车 而且你看这个车身高度 视觉上显得比较高 显得体量感很足这辆车 那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车窗上沿的银色装饰条 它一直延伸到车尾 同时你看车尾还是有一个贯穿的银色试条 这个像什么 像游艇的元素吗 可能吧 反正看起来的视觉上的档次感是比较足的 那再来看一下轮圈 那轮圈部分呢 银色和黑色 双色搭配 同时20英寸的圈啊 在这辆车上一点不显小气 看起来视觉的这个档次感挺足的 那轮胎的尺寸呢 是245 45 R20 也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αS车尾的设计比较简单啊 一下就把人的眼球吸引到了这个贯穿式尾灯上 和它的第一款车型αT一样 它也是贯穿式的一个设计 不过你看像边边角角这种地方 它有一个类似于回旋标一样的造型 并且有一个层叠的感觉 点亮之后的视觉效果是还是非常细心的 那在夜晚的辨识度也是很高 后包围就不用多说了啊 你一看就是跟前包围强烈呼应的一个设计 你像这个亮银色的类似于回钩一样的试条 还有这个亮黑色的装饰 搭配上三角形的点缀 和前包围形成强烈呼应 那光是这点外观的设计细节 其实还不够吸引我 那咱们进到αS的车内看一看 有没有更多的细节等着我们发现 进入车内我们简单看一下空间啊 我身高1米78 座椅调到了最低的位置 那现在头部空间大概一拳左右 对于一辆轿车来说算是不错的表现了 那中空台的整体设计呢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层色感 而且这个多材质多颜色的一个拼接 丰富了你的视觉感受 同时可以看到它的银色装饰板 还有一些图案的点缀 也是提升了一个视觉的档次感精致度 那这个大宽屏当然是非常吸睛了 它的系统和几乎的第一款车型 αT是用的一样的啊 这个屏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能方便主副驾驶两位乘客 同时操作这块屏 那功能性的包括像库尔音乐啊 喜马拉雅啊 什么乐厅啊 地图啊 这些都不在话下 那使用起来的流畅度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厂商宣称这块屏 达到了4K的显示效果 那从主观感受来说 确实是很细腻 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水准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那它还是保留了独立的空调控制区域 不过是采用了一个触控的操作方式 没有采用物理按键啊 这样的带来的好处就是 视觉上会显得更高端 那不便的就是 很多人更喜欢物理按键的盲操的便利性啊 不过这块控制区域 起码它的高度是很合适 你包括驾驶员的看啊 和摸啊都很方便 所以便利性还好 其实那我们再往后看 你可以看到中央扶手这块位置 是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那大家的好处显而易见 就是你下方有一个高度很可观的开放式的储物槽 然后中央扶手这个区域呢 它是设计了一个多媒体的控制区域 操作上可能有点类似于奥迪的MMF 选钮你可以操作这个屏的选择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返回键啊 主菜单键啊之类的 通常这些按键的质感还是很紧致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大选钮 现在还是一个大白板的状态 如果它能配上一个疾呼的那个小狐狸的logo 或者是配上一个αS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视觉效果啊 你们觉得呢 好的 我们前排大体也看完了 我们直接到后排 主要体验一下它的层子空间和层子舒适性表现如何 那保持前排座椅不动啊 是我的坐姿 我在后排 还有四指的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超过了两拳 对于这辆轿车来说 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了 而且呢 它的座椅高度其实比较高啊 那你乘客就没有一种蹲马达的感觉 那前排其实我还忘说了一点啊 就是门板内侧 这个直容的材质 触摆真的非常棒啊 搭配上那个亮银色的装饰 视觉效果也是满分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音飞力士的音箱 这个档次感觉又上了一级 那在中央扶手的后方呢 他为后排乘客提供了音量调节的按键 以及这个空调的模式的一些按键啊 空调冲口很有意思啊 他用了一个玫瑰金的点缀 这也是提升这个精致的一个办法吧 另外呢得益于纯电平台 它的中间地板可以看到做到了纯平 这是大大的提升了这台车后排的一个乘坐舒适性和乘坐实用性的表现 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后排地板没有一个咱们所谓的脚窝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乘客的腿部还有一定的悬空 直升就还是没做到很好的一个级别 那放下这个中央扶手 这是有几个储物槽可以便于后排乘客使用 但在材质上这些比较细腻的针皮 包括亮黑色亮银色点缀 视觉上也是比较满足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后备箱的表现 首先这个大线被我特别喜欢 这个放大件行李肯定特别方便 那后备箱的内部进身 包括规整度都表现不错 符合一台中大型轿车的水平 然后电外门也是没问题的 那阿尔法S的静态我们就看完了 还是那句话 这辆车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那在你们非常关注的续航部分呢 阿尔法S有525、603和708公里 三个续航版本可选 我们今天拍摄的这辆车是四系版本车型 续航是603公里 而且要提一下就是 603公里和708公里这两款车型呢 搭配的电池容量高达93.6度 这在目前的纯电动轿车中 那算是数一数二的大了 而且在上海车展期间 阿尔法S还会带来一款 与华为进行深入合作的车型 那那款车型呢 在一些智能驾驶啊 和智能坐舱啊等方面 都会有一些亮点吧 而且它配备了三颗激光雷达 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目前呢 阿尔法S还没有公布预售价和售价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的价格到底如何 或者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这辆车值多少钱